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Fz是兩個實系數多項式 他現在fx除以gx 他於是是s4-1 問下面哪一選項不可能是f跟g的供應式 選項第一個是5 第二個是x-1 第三個是x-3-1 第四個是x-3-1 第五個是x-4-1 我們曉得 這個除以這個的供應式是他 那這樣的話 就是說 這個 fx的話 是等於q x 上次是q 乘以gx 加上x4-1 那我們根據輾轉相處法的原理 我們曉得說 這個呢 f 跟g的那個最大供應數 會等於多少呢 也會等於那個 f 也會等於這個 g x 跟多少呢 fx x-x x-x 最大供應式一樣 也就是說 他怎麼相處 來回減 來回減 來回減的話 等於是來回減的話 那這樣的話 他的供應式不會遺失掉 這個最大供應式跟這個最大供應式 事實上是一樣 好 我們曉得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x-4-1 所以我們曉得 就是說 我們曉得 說說 這兩個的那個 因式 因式我們叫hx 他一定什麼 一定是最大供應式的什麼呢 因式 最大供應式的因式 好 現在最大供應式的因式 那樣是x-4-1的因式 又是x-4-1的因式 所以hx的話 就是說這兩個的 公應式的話 一定是x-4-1的因式 我們現在的話 5可不可能 5是什麼呢 x-4-1的因式 所以,它可能 x-1也是可能的 為什麼? x-1是x4-1的因式 因式分解成 x-1 x加1 x加2 平方加2 x平方加1 所以,這個也有可能 這個也有可能 這個也有可能 不可能 因式分解 x-1 乘以x平方加x加1 這個不是x4-1的因式 所以,這不可能 這個就是它本身 所以,這也有可能 不可能的話,就只有這個 x3-1 所以,這也有可能 x4-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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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